午后 藏书阁 春日的阳光柔和 静谧 藏书阁外 两株枣荫开得正盛 一株雪白 一株淡粉 微风拂过 落鹰纷纷 许多花瓣穿过藏书阁敞开的大窗 落在窗边的积岸上 积岸旁 魏无羡一袭白衣正宁神作画 兰旺基坐在藏书阁中间的那几张柱暗旁 同样是一袭白衣 手持一只硬蚝 面对着素白的鼠轩 魏无羡昨夜看到兰旺基那些年给自己画的小象 便有了这个念头 午后 他在静世翻箱倒柜 找了两件当年兰氏听学时穿过的白衫 一件递给兰旺基 一件自己换上 作为兰氏家主 兰旺基的日常穿着不是蓝色就是青色 这兰氏小辈和听学弟子穿的白衫 他已经多年没有穿过了 兰旺基一开始并不知道魏无羡这是要玩什么花样 但看他一脸的神秘 一脸的兴奋 无论如何也不想扫了他的兴致 便问也不问地换上了 换好了衣服 魏无羡就拉着兰旺基直奔藏书格 推开藏书格厚重的大门 魏无羡把兰旺基按在中间的基案前坐下 翻出熟轩铺好 从笔架上选了只硬毫塞到兰旺基手里 想让我画什么 兰旺基按耐住心头汹涌的情愫 他基本上已经明白了魏无羡的意图 只是想要再确认一下 你说呢 画我们 蓝旺基的语气其实很肯定 嗯 画在一张纸上 魏无羡的眼睛亮亮的 你呢 蓝旺基问 我也画 我还是坐在那里 魏无羡指着窗边那张基案 很多年前 他就是在那张案上 耐着性子超了101遍的李泽篇 也是在那张案上 为他见过的最俊美的少年 画了一幅小象 蓝旺 当初我跟你画那幅小象时 是想把我自己也画上的 可是我不敢 我怕你嫌弃我 你都不与旁人接触 哪会愿意和旁人一起出现在同一幅画里 魏无羡现在说起来 还有些不平之意 真的 你当时真的想过 蓝旺基一脸的难以置信 真的 可是没那个胆量 我怕你生气 后来我只画了你一个 你都说我无聊至极 我就想 幸好我没把自己也画进去 否则 你肯定直接就给我撕了 是我口是心非 我当时 其实特别高兴 蓝旺基满心都是悔意 没关系 现在我知道了 所以我要了却当年的心愿 把咱们两个画在同一幅画里 不仅我要画 你也要画 你就坐在这里画 我还是坐在那边 你画一幅 我也画一幅 一会儿再看看 咱俩各画的是什么场景 如何 魏无羡简直有些迫不及待 好 蓝旺基点头 此刻 蓝旺基望向窗边的魏无羡 魏无羡身后的窗外 阳光正好 摇曳的早音 花影低回 将窗边凝神作画的白衣少年 映得宛若天人 蓝旺基面对一张素白 迟迟不能下笔 画什么 怎么画 如何画得尽这样一个人 如何画得出自己的一片心 那十六年里 蓝旺基给魏无羡 画过那么多幅小象 他不是没有想过 把自己和他画在同一幅画里 可是蓝旺基不敢 他无论怎么问灵 都问不到的那个人 会愿意和自己出现在 同一幅画里吗 蓝旺基没有把握 蓝旺基看着一座的岸边 提笔就画的魏无羡 不由好奇 他如此胸有成竹 是要画哪个场景 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场景 都深深刻在蓝旺基的心里 每一个都值得画下来 蓝旺基思考再三 终于落笔 整个下午 藏书阁里静悄悄的 时光仿佛流转回许多年前 那时候 两个白衣少年也和今天一样 坐在同样的位置 一个抄着家规授罚 一个读着佛经静心 那有意无意投向彼此的目光 那莫名其妙的欢喜与惆怅 一个懵懵懂懂 百般撩搏不自知 一个情窦初开 口是心非已掩饰 那时的他们 不知道此后将会各自经历些什么 更不知道 这一段藏书阁共渡的日子 会将他们的生命 紧紧连在一起 再也无法分开 时光仍然 近二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今天 基岸上的博山炉和当年一样 聊着沉香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他们 好像仍是少年 蓝战 我快换好了 你呢 卫无线没有抬头 但声音里全是笑意 快了 稍等 蓝忘机也没有抬头 一脸的专注 你画的什么 卫无线放下笔 对着笔墨未干的画卷 轻轻吹气 你呢 蓝忘机反问 不告诉你 卫无线拿起画卷仔细端详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咱们交换 好 蓝忘机也放下了笔 抬头望向卫无线 你画完了 那我过来了 卫无线站起身 他真的急于想要看看 蓝忘机画的是什么 卫无线拎着自己的画 朝坐在藏书阁中间 基岸旁的蓝忘机走去 蓝忘机也站了起来 同样双手拎起了自己的画 两人面对面站着 一人手里拎着一幅画 活像两个准备交换礼物的小朋友 一起放桌上 卫无线看着蓝忘机 嗯 蓝忘机也看着卫无线 两人一起并肩坐下 将画卷平放在岸上 原来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寒潭洞 浅浅的潭水 两个人都着白衣 并肩而立 手腕上 一条抹鹅将它们 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这是蓝忘机画的 对于蓝忘机而言 那天 他用一条抹鹅 记住了自己此生的命定之人 从此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 他亦无怨无悔 金灵台 高高的楼梯 两个人 一袭白衣 一袭黑衫 手拉着手 一起从高台上 向下奔跑 这是卫无线画的 对于卫无线而言 那天 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即使一条道走到黑 身边也会有蓝战相伴 他再也不是孤身一人 不用孤军奋战 卫英 寒潭洞 我向你表示了我的决心 你却到金灵台才明白 我不会松开你的手 蓝忘机轻叹 蓝炸 是我太笨 太傻 卫无线红了眼圈 将头靠在蓝忘机的肩上 无妨 蓝忘机提起笔 在卫无线的画上 提了两个小字 指手 然后将笔递给卫无线 卫无线想了想 在蓝忘机的画上 也提了两个小字 命定 下次 我们两个同画一幅画 你来画我 我来画你如何 卫无线把两幅画拿起来 左看看 右看看 好 你比我画得好 当初 你给我画的小像 我心里其实在惊叹 你为何能画得这样好 蓝忘机细细地 看着两人的画 真心觉得 卫英画得更好 哼 我知道 那时候 你定是以为 我这个人呢 只会打架 对吧 蓝室双臂嘛 就你们风雅 哪里看得上我们 卫无线有些不服气 怎会 我只是以为 你那么好动 爱热闹 不会喜欢画画 这种需要静心的事情 蓝忘机失口否认 但他也必须承认 当初那幅小巷 卫无线的画工 确实让自己始料未及 我们云梦 自古就是楚地 唯楚有才 你懂不懂 你可不要小瞧我 当年 你们蓝室双臂 虽然名声在外 我在见到你之前 心里也是不服的 后来跟你在屋顶上 打了一架 又在藏书阁 看了你的字 我才服气的 卫无线想起 当年的事情 笑了起来 我从小就练字 单轻上花的时间不多 你呢 你经常画画吗 蓝忘机有些好奇 卫无线那时 在藏书阁 明显是随手画的小巷 却有如此水准 应该是经常练习才对 我从小就喜欢乱图乱画 江叔叔见我喜欢 就给我请了丹青先生 我不爱画鸟鱼虫 就喜欢画人 见谁画谁 后来 云梦满大街的小姑娘 都追着找我给他们画像 呃 谁不知道 莲花雾魏公子的话 呃 卫无线一说起小时候 就忘了分寸 再说漏了嘴 恨不得打自己两下子 蓝柴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呢 我还是个孩子呢 卫无线看着 蓝忘机的脸色 试图挽回 所以江城才说 云梦随便那个姑娘 都想嫁给 僵尸的卫公子 对吗 蓝忘机想起那次莲花雾 江城醉酒后的话 心里酸得很 哎 哪有 你听他瞎说 他那是醉话 你也信 卫无线连忙陪着笑脸 往蓝忘机身上蹭 蓝二哥哥 你可自己说过的呀 借醋 以后不许你画旁人 蓝忘机的声音 有些闷闷的 哎呀 不画不画 谁也没有我家蓝二哥哥好看 这辈子都只画你一个 卫无线忍住笑 嗯 蓝忘机知道自己很幼稚 但蓝氏子弟不可打狂语 一想到 若卫英凝视着旁人 给旁人画像 蓝忘机实在没法骗自己 说不介意 好了 蓝二哥哥 我们回去吧 昨晚你说的对 这会儿还没到晚上呢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你看花开得这么好 这么好的春宵 可不能辜负 卫无线冲蓝忘机眨眨眼 用指尖 轻轻去挑蓝忘机 抹额的袋子 我应 蓝忘机无奈 这人还是这样 聊起来不分场合 这可是在藏书阁 不回去 卫无线挑了挑眉吗 你要不回去 我就找块板 带着纸和笔去叫场 见谁画谁 不可 回去 今晚你可别叫饶 回静世的路上 卫无线略有些后悔 今天是不是 又有点玩大了